大家好我是貝貝 利用這個中午休息時間 來看一下我的治場 那夏天到了 就是會很熱 所以上頂樓來就一定要帶過雷 不然的話整個會曬得很傷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今天想讓你們看一下我 上面的洛霜紅 因為洛霜紅可能大家都比較少會去 在台灣比較少人種的一個品種 那洛霜紅它本身有分疼性還有激性 還有一般性的 那我這裡都有 我把它全部都養在一起 那今天也來讓各位看一下 最主要是開始開花了 因為很多人都說洛霜紅不好種 或者是在台灣種不起等等之類的 可是我種的洛霜紅就是很會開花 那最主要是因為多水 然後多陽光還有多肥 這幾個重點的話 抓住之後就不會發生什麼太大的一些災難性的一些病變 那這個之前有一個直播主有在跟我講說 它真的是種不起來 後來它剩下最後的洛霜紅有好幾盆 全部都便宜賣我 但是來到我手上已經開始沖那個 不但牙沖得很漂亮 連花都沖得很漂亮 好這時候來跟大家看一下 我手上現在有的這些洛霜紅 你看這一排全部都是洛霜紅 來你看我的洛霜紅 有沒有看到不死很多 花現在開得很滿齁 那這一顆葉子有沒有比較不一樣齁 這一顆是雄性的 就是鋼欸 功德是讓它們在這邊 會蝴蝶啊或者是蜜蜂那時候會自有配種 讓它自己採蜜 這個花你看開始在長的 花都很漂亮 每一顆 你看花都長得很多齁 這裡有結果了 這裡有一顆結果的 還有這裡有一顆結果 你看一下這個很像那個香濕豆的豆子 但是這不是香濕豆子是洛霜紅 那這個還會再大顆 那還會再紅一點 那大小就這樣子而已 你看這裡開滿花 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 這一排全部都是 那地上的這一排 是我去那個直播主那邊 全部買回來的 你看全部雅典 然後全部的花都開了 哇 都開了很多 這裡 好 來看一下這一盆就是所謂的藤性的 你看一下 它的果餅比較長 果餅比較長 就是藤性的 那這就是一般性的 它會 一寵一寵這樣子的開 這一些 有看到嗎 這個都是將來會 果子 綠色那個就會開始 開始轉成紅色的 那個已經有著果了 已經授粉成功了 就會開始 由綠開始慢慢轉紅 好 這一顆也是藤性的 接下來這裡 這裡有兩顆慢性的 我剛沒有去講到慢性的 這裡有一顆 這裡有一顆 這裡有幾顆慢性的 還有那邊有一顆慢性的 那慢性洛霜紅 它比跟一般洛霜紅不一樣 就是它有一個黃色的外殼 那這個我現在原本買的時候是乳根的 肉根的 我現在想要把它包成那個 某樣塑形 接下來是這個 這就是小杏梅 葉子很小 你看花也很小 這裡已經有長出來了 小杏梅有沒有 有看到它的果實非常的小 你看一下我的手指 就知道它的果實有多小 然後它會變得更紅 這個非常小 那它滿滿的 滿果的狀況下 那真的是很漂亮 這一顆也是小杏梅 開始在開花了 這個也是 到時候你就看到 這個小杏梅 如果有開成的 花滿滿的 它就滿滿滿的 這樣子 一小顆一小顆 然後它就差不多 果實成熟之後 差不多在兩到 兩迷你左右 不會很大顆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 小杏梅 那這一整排全部都是我的 洛霜紅 那目前應該 我收集的洛霜紅 滿多的 那為什麼會喜歡洛霜紅 因為洛霜紅它的果實很小 然後又是紅色的又很漂亮 那其實你把它變成是豆盆或小瓶的時候 整個等它果實結起來的時候 就這樣滿滿的全部都是紅色的果實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的漂亮的 這是我很喜歡它的品種的原因之一 因為最主要是玩小品 來玩這種 小葉性的還有小果性的 其實會在手掌之間 你會發現那種快樂是無法言喻的 因為你把所有的大樹的形體都縮到手掌之間 你就會覺得很舒服 好今天就幫各位介紹我手上有的洛霜紅 那原則上應該不只這一些 因為還有積放在別的製產 目前應該我的洛霜紅應該還有一百多顆 就是洛霜紅類的 不管是慢性的疼性的 或者是那個小葉性的 全部應該目前還有一百多盆 好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這裡囉 好再見 拜拜